接下来我们来学习12.7节数据库函数 在这一节中通过这下面这四个实例来学习数据库函数的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成绩最高的学生成绩 在一个小中选择文件选项卡 单击打开数学英语哲学总成绩这样一个条件区域 单击确定按钮之后即可计算出这个平均成绩 它计算出的是这个总成绩的这个平均成绩 那么这个和我们之前所学的Average函数有什么区别呢 Average函数是直接计算出这些数据的平均成绩 而这个不是计算出平均成绩 是计算出总最大值 这些成绩中的最大值 最大值和那个之前下方列出的这个最大值 这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D Max是表示的是符合这些条件的这个最大值 在下方会加入的这个条件 比如计算数数学这个最大值 我们就可以更改这个 它的范围为 它的列为第二列 它这个条件为 A16到B17 单击输入按钮 它就会计算出数学 所有数学成绩中的最大值 这个D Max计算的最大值是要求我们来选择条件 根据条件来统计出所选的最大值 下面再来看一下计算员工的总销售量 我们在一个Cell中选择文件 打开 打开随书光盘中的D Sum这样一个工作簿单击打开 我们要计算出它的总员工的总销量 我们在这个销售量中 计算出性别为难的这个员工的总销售总量 我们可以使用D Sum函数来进行计算 在这个单格中 单击插入函数 选择数据库类别中的D Sum 这第三个函数是求满足给定条件中数据库中的记录的自断数据的核 单击确定按钮 同样这个函数是需要我们选择条件 跟它是根据条件来计算出所选区域中的符合条件值的值的核 在这个database文明框中单击 然后选择A1到C8这个区域 在Field这是一个列标签 由于我们要计算出销售量 所以这个列为第三列 在这个文明框中是符合实指定条件的那个区域 也就是计算男员工销售的总量 这样一个条件 这样条件选择A10到C11 他会选择姓名性别为男的 他来计算他的总销量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之后 即可计算出性别为男的这员工的总销量 那所有员工的总销量呢 既然所有员工总销量也就是性别为空 也就是符合所有的这样一个销量 同样我们可以使用 第三个函数来进行计算 在database这个文明框中选择A1到C8 在列field这个文明框中输入3表示第三列 第三列是销售量 在这个文明框中选择条件 条件是A13到C14 设置完成之后 单击确定按钮 即可计算出总的销量 我们看一下我们通过在状态栏中显示的一个核 我们来对比一下总销量为1083 我们选择这个C2到C8的区域 下边的求合也是为1083 这个职工性别为男的员工的销量为681 我们选择性别为男的这个销量 来看一下统计一下 它的求合为681 这就是使用第三个函数来根据给定的条件 来计算出符合条件的这个销售总量 下面再来看一下计算员工的平均销售量 在Excel中选择文件 打开选择随书光盘中的 D-Average这个工作簿 然后单击打开按钮 打开这个当前工作簿 也同样是员工的销量 销量要计算的是员工的平均销售量 平均销售量 这里可以使用D-Average这个函数来计算 我们在前边使用的是Average函数 它计算的是指定这个区域的 比如我们在这里可以输入 我们先用Average函数来计算一下 选择 Average函数 选择区域 然后单击确定它计算出C2到C8这个平均值 下面我们通过D-Average函数来计算出符合这些条件的平均值 单击C12单元格单击插入函数 在类别中选择数据库 在这里选择D-Average函数 我们来看它的说明 它是计算满足指定条件的列表或数据库中列中数据的平均值 单击确定按钮 弹出这个函数参数对话框 选择一个database文本框中 我们选择A1到C8这个区域 然后在列中 我们选择第三列 我们要计算的是平均销售量 在这个条件 条件区域 我们选择A10到C11 单击确定按钮之后 它可以计算出这个销量 它可以计算出员工的平均销量 我们来看这个销量和这个销量 这数值是一样的 这使用AAverage函数 这使用D Average函数 这函数的作用 D Average比它多的就是可以根据指定条件来计算 比如在这个性别 这里边输入男 按一下印的键 回车键之后 它这里计算的就是性别为男的这样一个销量 如果输入女 确定之后 它计算出性别为女的这员工的销量的平均值 这就是D Average比Average函数多的这项功能 可以根据指定的条件来计算出相应的数据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统计公司男女员工的数量 我们在一个sell中来看一下 选择文件 打开命令 选择随速光盘中素材CC12中的decount 这样一个工作部单击打开 在这里要计算出男员工的数量和女员工的数量 我们可以使用decount来计算 之前我们学过count count是计算出里边有数据的 里边有包含有文字的 包含有数字的 这个单元格的个数 在这里是我们使用decount来计算指定条件的 比如指定条件性别为男或者是性别为女的这样一个数量 我们使用decount函数 先定位到C10 C12单元格 然后单击插入函数按钮 在数据库类别中选择decount 我们来看一下说明 这是从满足给定条件的数据库记录的字段中 计算数值单元格的数目单击确定 在database文本框中选择A1到C8 中选择A1到C9 5 3 8 9 9 9